虽然各界早有心理准备 实施行动管制令之后 我国的经济成绩单将会变得很难看 但是没有想到上个星期五 当国家银行公布 我国今年第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 暗年萎缩17.1%之后 这组数字不只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要是我们再放到跟东南亚国家一一比较 你看菲律宾同期萎缩16.5% 新加坡萎缩13.2% 泰国是萎缩12.2% 而印尼萎缩5.32% 我国是以萎缩17.1%排在冠军 是东南亚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 几乎可以形容是惨不忍睹 大马投资银行研究 在最新一份分析中就提到 这是我国史上最大的季度萎缩 甚至让我国经济陷入自独立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 虽然目前是已经进入了复苏市管制令 各行各业也已经复工复产 不过这份分析就认为 我国经济如果想在短期内迅速复苏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甚至相比起早前预测会出现的U型复苏 那这份分析更是悲观看待 我国经济会在今年第三季度 可能会再经历一轮萎缩 那么就会陷入L型衰退的持续性低迷 所以才会说我国经济想要在短期之内迅速复苏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如果我们把这时间点拉长一点来看的话 国际评级机构惠玉倒是认为 我国经济现阶段虽然正在经历最糟糕的情况 但是这确是明年2021年会出现经济反弹的必经之路 那惠玉在他们最新的分析当中 不只调高对我国今年全年的经济表现 从预测会萎缩4.5%调整到只萎缩2.8% 刚因为看到政府逐步开放管制限制 以及全球紧急复苏的带动之下 让惠玉对我国的经济是很有信心 预测到了明年2021年 就会出现反弹式GDP增长6.3%的强劲经济表现 那无独拥偶首相慕尤丁今天在出席活动谈动时也说 随着好几个关键经济指数已经复苏 那就证明我国经济是已经开始反弹了 首相慕尤丁今天陪同国家元首出席 关怀伊斯兰债券推荐理事介入 政府在通过国家经济关怀配套和经济重建计划 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民之后 从几组关键经济数据已经看见成效 首先五国的出口在今年6月相较于5月份成长了8.8% 再来6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也比5月时增长26.2% 制造业指数同期增长36.8% 至于消费市场方面 6月份的汽车销量更是暴涨了78.9% 慕尤丁说这就表示 我国经济已经处于复苏轨道 甚至政府有信心 我国明年的GDP将会反弹至成长5.5%到8%之间 慕尤丁信心喊话 他有信心 我国经济可以从受疫情影响之后的低迷走出来 而今天这场活动 也是在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的见证下 正式推荐总值5亿令吉的关怀伊斯兰债券 这除了是我国第一个数码伊斯兰债券 更可开放民众以最低500令吉开始认购 由夏而上协助政府拼经济